畫畫 我覺得演藝事業 做演藝圈最容易崩潰 不知道為什麼 經常 可能也是因為演藝圈的崩潰 經常會被報導出來 像之前那個余天的兒子有沒有 那個時候 李翔全 對 那時候我不在台灣 以後來一般醫生認為說 其實那個就是一種崩潰的 對 我不知道是不是就屬於一種 它就是什麼即興的精神 即興的精神 精神繽紛 對 好的一種症候群 就是看他後面那個表現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 你就像這個蘇珊 她也是在這種爆紅的那種壓力 你剛剛講說節目要改 對不對 是不是要改 人在對收視率失望之後 就開始先改 我們的人生也是一樣 我們通常遇到一件很失望的之後 我們會先徹底的否定自己 懷疑自己 然後就開始改 有可能這個改是正向良性的 你改對方向 越來越差 可是有可能是越改 是有的時候 越糟糕的 其實我前天真的碰到一個朋友 他就這樣 他是 他先生在婚前是苦追他 追得非常辛苦 越洋追有沒有 從美國追到台灣 那從台灣追回美國 追上之後就虐待你 不是 然後 因為你婚前讓我這麼痛苦 婚後就討回來 這什麼長相的男人 這種心態 看一下 看一下 不是不好追 越堅持越珍惜嗎 不好追 心裡面想說好 你給我記 你今天 你現在對我一切 婚後我兩倍還你 三倍還你 以前你臨死我 現在換我臨死你 真的有這種男人 有 講完我在講 當然不是我 然後你知道嗎 就是他們在那個男生 終於追到這個女生之後 結婚當天他是痛哭流涕 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新郎哭的那樣 結果後來 起急而去 對 真的 然後結婚 他在救贖 結婚7、8年之後外遇 外遇之後他就嫌棄老婆 他就說 就是男生外遇其實錯在先 但是他就講了很多的理由 藉口 就是反正你老婆怎麼樣 你常常一去就是出國 我來講 我來講 說你在床上不熱情 外面的女人多好 外面的人這樣 怎麼樣 都是你的錯 他這個女孩子 這樣就大受打擊 就剛剛講了 他就開始改 一直改 東改 西改 結果改到整個人 就是像變形一樣 憔悴你知道 改到最後他什麼都不是 然後崩潰 全部整個崩潰之後 心理治療非常久 一直到好幾年之後 才慢慢的會 所以在這邊奉獻女孩子 他對婚姻之後 對兩個人 對自己 對自己失望 對 他就是對自己整個時候 因為他覺得 在這個男的嘴巴裡 我一無是處 是我錯了嗎 他開始懷疑否定 然後他看精神 就是在國外看諮商 看了很久 然後治療師一直告訴他說 其實這些很多東西 都是對方的藉口 不是你的錯 他就是改改 然後你說我不夠認真 煮飯不好 我就回來看食譜 每天煮 怎麼樣怎麼樣 一直改 每一件事情 男人不要你的時候 對啊 你怎麼改都沒用 對 我就看過那種 這個 老公有外遇 老婆也是跟他大吵大鬧 他後來就說 你的膝蓋比較大 對啊 很壞 這個 你做馬給你用一輩子 你現在才怪我膝蓋大部分 你知道膝蓋比較大部分 是什麼意思嗎 屁股比較太霸 對 怎麼樣 還弄錯嗎 對 很棒 我又沒有懷疑你 你幹嘛這樣 他希望得到你的肯定 好厲害 因為你對我老挑剔 這還不惡劣 我記得我們在本節目 講過一個更惡劣的 他先生外遇 然後去追了一個 可能很有才華的女孩子 那就回來嫌他 嫌他什麼 我到目前這五年來 聽過最毒就是這句話 你有什麼好處 你下面不能滿足我 你上面也不能滿足 好毒喔 那個台語什麼意思 這就 不好聽的話 你看你聽不懂就這樣子 亂講亂講 夠狠吧 等一下 你說要不是心裡夠 當然心裡夠堅強 也撐不住這句話 後來這個女生 當然情緒也崩潰了 所以我是這樣覺得 就是說 女生要會觀察男生 你知道我剛剛一直講說 你不要嫁給那種苦追你的人 當然是開玩笑 但是有些男生 你婚前就會看出這個 這個男生婚後會怎麼樣 可是我在想後面 怎麼看 來 我自己就有個親戚 因為我是記者 我們當然有一些管道 可以去查一些怪怪的電話號碼 那個女孩子 有一天就拿個電話號碼給我 然後就說你幫我查查看 因為他的男朋友好像經常有這個電話 就是他的手機裡頭經常有這個電話 那播出去也是這個電話號碼 他覺得可能是一個女孩子這樣 我就去查果真是個女孩子 然後我說那你就不要訂婚嗎 如果你真的覺得說 你這個男朋友劈腿你就不要訂婚 還是要訂婚 訂婚後又拿另外一個電話號碼給我了 我再去查 還沒結婚 訂婚 又是另外一個女的 我就說千萬不能結婚 我說開玩笑 你從談戀愛到訂婚 這個男生已經多次有這樣子的紀錄了 你還要非等他結婚嗎 我說趁你現在還沒結婚 脆脆的 條件也不錯 你不要跟他結婚 又不聽結了婚了 結婚之後 又沒多久 又拿電話號碼給我了 我說你煩不煩 你是在一間宴船還是中華電視 中國移動 中國移動 又拿個電話號碼給我 我再去查 果真是又是 又反正就是習慣性的 習慣性的劈腿 到習慣性的外遇 所以終於離婚了 不 這女生開始改變自己 沒有自信 開始去信那個老師 老師開始跟他講說 因為外面女生比較漂亮 因為男生都跟他講 外面女生床上比較豪放 然後也比較懂得化妝 你就是都不懂 開始弄得像個上班小姐 真的開始去穿皮裙 凸顯自己的三圍 然後整個臉蛋就是 像個上班小姐似的 其實是男生的錯 他一直以為 女生自己有問題 後來我是叫他離婚 他不要 他的老師告訴他說 他那個也是算是 神壇裡的老師告訴他說 你生孩子 男生就會留住 我說 拜託 問他說千萬不要生孩子 我有跟他講 他說不信 果真逼自己懷孕 懷孕之後 好啦 孩子生一年 終於願意離婚了 不行 小孩生了 我說從訂婚之前 就這樣子弄到後來 結婚一年 不是結婚一年 生了孩子一年 小孩子還沒滿周歲離婚 可是很多女人是這樣 小孩有了之後有祭託了 所以你跟我們說的意思就是 我們要外遇 要結婚之後 不要劈腿就 不是 我說女生 其實我真的 勸告女生 因為最近一直在受那個 新聞轟炸 對不對 就受一些新聞轟炸 婚前就怎麼樣婚後 我說拜託 婚前會這樣婚後更嚴重 所以我就說 女生其實你真的要懂的 男生如果婚前就劈腿 婚後覺得會更嚴重 這種勉勁 勉勁